焦点226,能量的流转 在生命世界里面,直接以ATP作为直接供应能量物质 ATP是一种高能量的核干酸 它具有两个高能磷酸件 这高能磷酸件是位在磷酸跟磷酸之间 ATP称为限干酸磷酸,它是一种核干酸 它里面的含氮碱基是限飘零 五碳糖是核糖 具有三个磷酸 那磷酸跟磷酸之间 储存能量是高能磷酸件 ATP是细胞里面直接供应能量的物质 能量在生态系里面传递遵循了十分之一定率 能量传递永远是单向传递 从生产者到初级消费者,次级消费者,三级到四级消费者 能量是不能循环的 能量在生态系里面是单向传递,不能循环 只有10%的能量会传递到四个营养阶层 那有90%的能量,通常是以热能的方式善事 这能量传递称为十分之一定率 如果把能量的关系累积起来,好像金字塔一样 越高阶层消费者所剩能量越来越少 那生产在整个能量塔的底部是生产者 如果生产者能量当作一的话 那传递到初级消费者能量剩十分之一 到二级消费者能量剩百分之一 到三级消费者能量剩千分之一 所以越高级消费者所剩能量越来越少 因为只有10%的能量会传递到四个营养阶层 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态系里面最高级的消费者 只到市级消费者 那我们在探讨生态系里面生物事件关系 称为生态塔或叫生物塔 最常见的就是生物量塔跟能量塔 能量塔指的就是 在生态系里面生物之间的能量关系 整个能量塔底部是生产者 那往上有初级消费者 四级消费者 三级消费者 跟四级消费者 那能量传递会逐渐的减少 因为绝大多数能量以热能的方式来善失 像这张图右边 波浪型箭头则就是能量的善失 热能的方式善失 但是每个阶层的 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 能量传递最后都是要转移到分解者 因为分解者会把生物的尸体 排泄完全分解 可是在能量塔里面 在能量塔里面是只包含了生产者 还有各阶层的消费者 并不包括分解者 那生物量塔指的是 这些 生物阶层它的 种质量 我们称为生物量 比如说像草 草有5000公斤 5000公斤的草可以成为500公斤昆虫的食物 500公斤的昆虫呢 会成为50公斤麻雀的食物 50公斤的麻雀呢 成为5公斤老鹰的食物 所以这个生物 重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称为生物量塔 那如果是探讨数量呢 是树塔 草 数量非常多 无法算计 那一个生态系里面的昆虫也许算得出来1000只 麻雀200只 老鹰4只 我们很明显发现 树塔它就 没有遵循10分之1定律 但是能量塔 生物量塔是有遵循10分之1定律 看立体 下列有关于生态系能量流动跟物质循文的叙述哪些正确 我们看 食物链的长度受限在营养阶层能量转换的效率 这是对的 食物链越长 能量损失的就越多 因为 能量在传递的话 只有10分之1会传递到另外一个营养阶层 V 一个生态系内生物数量 总是随着 营养阶层上升而减少吗 这不一定 不一定 生物的数量 生物的数量未必会呈现精致 C 一般而言 河川下游会叫上游含氧量高吗 不对 河川下游含氧量比较少 河川的上游 河川上游因为在山区 河床的波度比较大 河水的水流速度比较快 所以溶氧量反而比较高 河川上游含氧量比较高 那株选项 细菌增菌是连接有机生命世界和无机生命世界主要生物 这是对的 因为细菌增菌都是分解着 分解着 可以把生命世界的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 所以这个 株选项对 那依快速消耗古生物所固定的碳 是今日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 最后原因 这是对的 给大家看